大家好我是翔哥 今天我们来聊 外星人 我们之前讨论过 人类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外星人 列举了十大原因 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假设目前没有任何外星人来到地球上 也没有任何外星人发现我们 我们要去寻找他们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他们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外星人 那就说明他是一种智能生物 是一种文明 那么不管他们是什么样子 他们一定是碳基生命 如果他们是由碳基生命进化成了文明 那么他们的形态应该和人类比较接近 那为什么一定要找碳基生命呢 宇宙中应该存在各种各样的生命 有可能是龟基生命 甚至是鹏基生命 就像很多人说 外星人为什么一定需要空气 需要水 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人类的样子 去定义外星人呢 其实宇宙中 有可能存在各种形态的外星人 也许有的是大气生物 有的是光的形态 或者是更高维度 我们无法理解的形态 但是要知道我们做的是 寻找外星文明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如果真的要做 是要花费几百亿 几千亿 甚至是几万亿的项目 那么如果要让目标达成 就要使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地球生命和人类存在于这个宇宙 是个既定事实 那么这个宇宙就有相当大的概率 存在地球生命 或者是人类这样的文明 或者说一定会有 但是否存在非碳基生命的其他形态呢 这个概率就小很多了 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它们的迹象 我们来打个比方 1991年 有人在澳大利亚海域发现了一种 非同寻常的坐头金 这种坐头金全身都是纯白色 看起来非常的梦幻 至今仅发现了一支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人们给它起名叫米加罗 但是科学家估计 这种白色坐头金 在海洋中一定还有 就一直想找第二支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会说 海洋里也许还有黑色的 蓝色的 甚至是红色的坐头金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科学家 你觉得是再找到一头白色的坐头金的可能性大 还是找到黑色蓝色和红色的坐头金概率大呢 当然是找白色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找外星人 就一定要找和人类一样的探机生命 我们要按照已知去推导未知 而不是按照未知去推导未知 所以如果下次还有人有这个迷惑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举这个白色坐头金的例子给他听 1977年 美国启动了一个旅行者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向宇宙的两个方向 发射两个探测器 一个叫做旅行者一号 一个叫做旅行者二号 一号的方向是蛇夫座 二号的方向是孔雀座 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飞出太阳系 去往宇宙深处进行星际旅行 在飞离太阳系的同时 还要对木星土星天王星进行观测 为人类带来这些行星的影像资料 选择1977年发射 是因为这一年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 正好在太阳系的同一侧 也就是说旅行者一号和二号 只要依次飞越每个行星 就可以在不变鬼的情况下 对这些行星进行观测任务 以便节省燃料 尽可能地飞出太阳系 而这几大行星出现在同一侧 是每176年才遇到一次 如果1977年不发射的话 那么下次就要等到2153年 女行者一号目前已经达到第三宇宙速度 也就是摆脱太阳引力束缚的速度 是目前飞行速度最快的人造飞行器 旅行者一号和二号携带了三块布238电池 行星的引力会对探测器产生拉力和甩力 在利用行星引力的同时 旅行者的电池只用来修正航道即可 所以理论上旅行者号会飞到很远的地方 目前旅行者一号已经飞越了八大行星 到达了日球层 也就是太阳风能够到达的最远距离 但日球层还远远不是太阳系的边缘 太阳的引力范围其实要大得多 在太阳系的最外围有一圈彗星组成的天体 围绕着太阳旋转叫做奥尔特云 这里才是太阳系的边缘 而旅行者一号要飞出这个奥尔特云 还要花上四万年的时间 旅行者一号和二号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他们都肩负了寻找外星人 或者是让外星人发现我们的重任 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上携带了一张同志光盘唱片 这张光盘上还镀了一层金 上面记录了地球上的各种声音和图像 包括用55种人类的语言录制的问候语 以及世界各国的经典音乐 其中汉语录制的问候语 不仅有普通话还有三个方言 广东话 闽南语和无语 各位好吗?祝各位 平安 健康 快乐 您叫爸爸 我应该来我们叫姐 祝大家大家好 而旅行者今唱片中录制的27首世界名曲 大部分都是交响乐 其中的中国名曲是春秋时期博牙制作的 古琴曲《高山流水》 由中国著名的古琴演奏家 管平湖先生演奏 而这首曲子正是用西晋年间的一把传奇古琴 元宵青罗演奏的 不知道如果有外星文明发现了这个唱片 听到高山流水这样空灵舒缓的乐曲 会不会觉得地球是个世外桃源 唱片上还记录了地球上自然界的各种声音 包括动物的叫声 风声 海浪声 总之地球上自然界的声音 人类的科学 影像 声音 音乐 哲学 全部集中到了这张光台上 唱片还刻上了太阳系的位置 以及标注了说明显示如何播放这张光盘 如果有外星人收到了这张光盘 根据上面的说明书 即可知道这张唱片的全部内容 知道人类和太阳系的位置 并且有可能根据这张光盘的指示找到地球 若干年后 若有外星人发现了这些探测器 那么他们按照上面的指示一定可以找到地球 这也算是一种找到外星人的方式 但很显然这种方式 等同于大海捞针 找到外星人的几率非常低 在地球上寻找外星人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使用射电天文望远镜 去监听来自于外太空的信号 但是这个前提是 外星文明也是和人类一样 使用无线电波在星期间通行 虽然他们有可能使用各种各样 我们想不到的通信方式 但一定有一种也会和人类一样使用无线电波 那这样还是有一定概率可以找到他们 于是在1960年一个叫做SETI的搜寻地外文明的计划 就启动了 这个计划又叫做凤凰计划 是把全世界所有的地面射电望远镜集合起来 有计划 有组织的搜寻太空信号 包括从宇宙中传来的电磁波 宇宙背景辐射 星体发出的电波 以及其他杂音 从中分析出有规律的信号 希望借此发现外星文明 SETI机网伟大的地方在于 它不仅接受专业的天文学家 还接纳业余的天文爱好者 每一位加入计划的天文爱好者 只要在他们的后花园里 有一台3到5米的球面观测设备 就可以通过SETI的软件进行搜索 SETI总部协调整个项目 为每位成员分配负责的天区 因为这个项目的目标 是检测以地球为中心的整个天空 只要覆盖到整个天空 进行持续不断的检测 那么就一定有一天可以接收到 来自于外星的信号 接收到外星人发来的讯息 现在一共有62个国家的1500名 业余爱好者和球面设备 加入了SETI计划 这等同于是协调统筹了 全世界的天文观测资源 进行这一项目 1977年 美国天文学家杰里·艾曼 利用SETI设在俄亥俄州的 大耳朵电波望远镜 检测到了一个明显的 窄屏无线电信号 这个信号特征显示 并非是来自于太阳系类的信号 它逐渐增强然后衰减 一共持续了72秒 要知道 这是SETI计划设立16年以来 搜寻到的第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艾曼在电脑打印报表上 用红色的笔圈出了这个信号 因为当时激动的心情 写下了一个WOW加上一个感叹号 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WOW信号 这个信号的位置位于 人马座的三颗恒星附近 在这之后 艾曼重新又将望远镜 指向人马座这个位置 希望再次捕捉到相同的信号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个信号 但是之后的几周 几年它再也没有收到这个位置 发出的相同信号 之后的几十年 各地的天文台使用了更强大的 电波望远镜 持续对这个位置进行侦测 但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任何收获 2017年 一名叫做安东尼奥巴黎的天文学家认为 WOW信号可能是由一个或者两个 途经太阳系的彗星所产生的 他认为彗星经过太阳系时 会放出大量的青云 这些青云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但这一解释 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 尤其是大耳朵电波望远镜的研究团队 他们提供了详细的分析数据表明 当时没有彗星出现在观测范围内 这些信号不可能是彗星发出的 那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 这个信号是同样使用无线电波技术的外星人 恰好对准太阳系方向的一次试探 可能他们也是对寻找外星文明毫无头绪 一次偶然的信号发射 正好被地球人捕捉到了 如果说发射携带地球及人类信息的探测器 是一种毫无方向的大胆的尝试 那么SETI则是一种方向感很强的搜寻方式 首先SETI搜寻的是银河系类的 2000亿颗恒星 重点范围是离太阳系最近的 100个类似于太阳系的恒星系 大概都是200光年以内的信号 为什么搜寻范围不扩大的更远呢 是因为如果我们接收到 比如说5万光年以外的信号 那么说明这个信号 是在5万年以前就发出来的 因为无线电波在真空中的速度和光速一致 如果我们要回复 那对方至少又要5万年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 一来一回可能某个文明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就目前人类对地球的破坏 我们能不能熬到5万年后都是个问题 所以在光年以内是个很合理的范围 SETI的天文学家主要搜寻的是 频率在1000到3000赫兹范围的无线电信号 这种信号统称为微波 这种波和我们家里使用的微波炉发出的波 是同一种波 在宇宙中恒星发出可见光和其他辐射的同时 星系在微波的波段相对安静 这样就使得微波的频率更容易侦测到 对于外星人来说也更适合传递信号 当然在微波范围有个1420赫兹的特殊波段 是由宇宙中的氢气云团发出的 那科学家就把这个波段叫做宇宙的书签 在附近搜索更安静的微波频率 在射电望远镜中 最著名的就是阿雷西伯望远镜了 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面口径射电望远镜 是1960年建成的305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这也是SETI计划的起始 1974年为了庆祝改造成功 阿雷西伯望远镜向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球状星团 M13发送了一串由1679个二进制数字组成的信息 叫做阿雷西伯信息 里面用二进制表示了1到10 10个数字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人类的外形太阳系的信息 这一次的搜索是一种临时举动 阿雷西伯望远镜向球状星团M13发送信息的原因是 其中的恒星分布比较密集 被地外智慧生命接收到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即使那里有外星文明 接收到该信号也要25000年以后了 到了2016年 由于缺乏资金和年久失修 阿雷西伯望远镜处于半废弃状态 这座曾经世界第一的射电望远镜 如今秀迹斑斑像个大垃圾场 而恰恰就在2016年 历时22年建设500米口径的世界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在中国贵州的深山建成 被称为中国天眼 综合性能相当于阿雷西伯望远镜的10倍 这台天眼将会对所在区域进行更为精准的搜悬 但是人类目前搜索到的所有天域 加起来也只有一个拳头的大小 要想搜满整个天空还差了很远 按照SETI的计算 如果要以地球为中心搜遍整个星空 需要100万台阿雷西伯级别的望远镜 或者是10万台FAST级别的望远镜 但是这样的大口径射电望远镜 都是建设在特殊的凹面地形上 不说预算 在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这么多特殊的地形 在地面的射电望远镜 由于会受到大气的干扰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增测的结果 所以早在1962年 人类就发射了第一个太空望远镜 AERI的优势就是 位于地球轨道或者外地球轨道 完全脱离大气层 不受地球大气的影响 可以毫无障碍地接收宇宙光线和信号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990年发射的哈勃望远镜 哈勃望远镜提供的超升空市场 是目前最全面最清晰的宇宙照片 在16年的拍摄过程中 用7500张照片拼接出了一个可观测的宇宙照片 也测出了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 而2009年升空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在绕行太阳的轨道上 观测了10万颗恒星的光度 它比哈勃望远镜的优势在于 不会被地球遮挡住 也避免了地球重力和大气 对望远镜的影响 比哈勃更稳定 也搜寻了更多的地外行星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他故障中 开普勒遭遇到了设定方向失败 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NASA也没能修好这个望远镜 于是在2018年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电池耗镜成为了一块 太空垃圾 2018年发射的TES 台斯太空望远镜 则是开普勒的替代者 它的主要目标是 调查地球附近300光年内的 恒星是否有行星 它拥有比开普勒更多的镜头 并且更为先进 人类将于明年 也就是2021年发射的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是美国NASA 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天局 联合研发的太空望远镜 它的重量为哈勃的一半 但是口径达到了6.5米 为哈勃的5倍以上 这将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 运行轨道在第二拉格朗日点 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深空 该点永久背对地球 引力场相对稳定 也没有禁地轨道的星际尘埃 太空垃圾的影响 具有超好的观测位置和视野 而詹姆斯韦伯是NASA的第二任局长 因为他在1961年到1968年期间 主导了阿波罗登月计划 望远镜以它命名更能彰显 人类在太空探索上的雄心壮志 而这些太空望远镜的一大职责就是 深度观测宇宙的边界 生命起源 外星生命等 而他们则是通过寻找 内地行星来发现外星文明 太空望远镜显然是目前人类 寻找外星人最有利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要搜寻探机生命 那么就一定要找到一颗 离恒星较近的岩石行星 那么这颗行星在围绕恒星公转的时候 这颗恒星的亮度 就会周期性的被遮掉一点 那么根据这颗恒星的亮度变化 我们就能得出 这颗行星的位置 以及公转周期 这就叫做临日法 因为恒星是发光的 寻找起来 比不发光的行星要容易的多 但是临日法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必须要位于这颗行星 围绕恒星公转的黄道面上才行 如果位于上方或者下方 那是无法观测到 这颗恒星有亮度变化的 到目前为止 人类通过太空望远镜 一共发现了4100颗地外行星 这些地外行星 包含地外生命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而这其中大部分 是由已经坏掉的 开普勒网远镜观测到了 超级地球也叫做超级内地行星 是通过对之前发现的 4000余颗内地行星进行筛选 得出的和地球环境更为类似的行星 如果说内地行星是歌唱比赛的海选 那么超级地球就算得上是 各地区十强了 超级地球是指质量高于地球 但是低于太阳系天王星和明王星质量的 岩石星球 因为按照地球目前的生态特征 如果要找到某颗可以孕育出类似人类的行星 那么它的质量一定不能比地球小太多 或者大太多 一般是地球质量的十倍以内 因为如果这颗行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倍以上 这个行星就会吸引到更多的气体 使得大气层变得特别浓厚 那么行星地表的压力会变得特别大 进而将下层气体压缩 从而使行星不能够具有固态岩石表面 而变成气态巨行星 但是超级地球主要以质量来判断 温度大气轨道属性 视区性等条件则不包括在内 这就说明超级地球诞生生命和文明的概率还是不高的 到目前为止 人类一共发现了288颗超级地球 不同的物质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谱 同时也能够通过分析光谱来推测这个星球的状态 通过观察可见光在行星大气层中的反射 来探寻云层中是否存在液态水 这样就可以判断这颗行星是否处于恒星的翼居带上 如果它正好处于恒星的翼居带上 那么就有很大的可能存在液态水 这样筛选出来一共有54个超级地球 处于它们恒星的翼居带上 这又进一步减少了范围 由各地区石墙进入到了半决赛 我们之前讲过 处于翼居带的行星并不一定会有液态水 因为大气层的厚度会决定是否有液态水 此外寻找探机生命 那么就一定要有合适的大气成分 地球上的大气成分主要是氮气占80% 氧气占20% 所以NASA的科学家就此找到了一种方式 可以去观测到超级地球的大气组成成分 恒星一般会释放高能粒子 当这些高能粒子到达地外行星的大气层 它们会将大气层中的氧和氮分解为单个原子 水分子会分解为一个氧原子和氢原子 这样氢原子和氧原子会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 形成一种叫做抢机的东西 然后会将高能粒子的能量 以红外辐射的形式反射回太空 科学家知道哪些气体会发出特定波长的光 因此通过查看大气的所有辐射 可以了解大气本身的状况 这就是一种大气信号标志 叫做大气信标 可以用来侦测这颗超级地球的大气成分 此外这种方法还能筛选出没有内地磁场的行星 如果恒星的太阳风不是那么极端 无法压缩气外行星的磁场 那么行星磁场就会阻止大气溢出 因此大气中存在更多的粒子 并且产生的红外信号更强 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找到一颗处于易居带 以氮氧为主的大气层 并且同时拥有磁场 液态水和示意温度的超级地球 而开普勒和台斯万一镜的任务 就是海选出超级地球 然后由后续升空的詹姆斯韦伯万一镜 对这些超级地球进行一个一个的重点观测 去进一步分析行星的大气状况 可以想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是可以找到一颗和地球极其类似的超级地球 而在2015年 开普勒望远镜就发现了一颗被命名为K2-18b的超级地球 距离地球110光年 体积是地球的2倍 质量是地球的8倍 侦测出了它的大气层和地球类似 同时还发现了水蒸气的存在 但唯一的缺陷是 它围绕着一颗红矮星旋转 红矮星的质量一般为太阳的一半 因此它的热辐射也会低于太阳 它的一居带就会比太阳小得多 这颗超级地球如果要获得适宜的温度 和这颗红矮星的距离 就要小于太阳和水星的距离 这样这颗行星就会被红矮星朝夕锁定 它的一面将永远朝向红矮星 一面温度极高一面温度极低 同时还要受到红矮星的辐射 这样是不太会产生生命的 那么按照这种方法 人类找到一颗和地球类似的超超级地球 只是时间问题 并且这个时间也不会太远 目前确认的超级地球中有54个 在其恒星的宜居带类 但它们的大气成分还需要 后续升空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而一旦找到和地球类似的 这些超超级地球 就可以向它们发射 无线电信号或者是派遣探测器 虽然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是无法看到这样的景象 但是在人类的有生之年 是一定可以和这些外星文明建立联系 而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观测到了10万颗恒星以后 筛选出了50颗处于宜居带上的超级地球 概率虽然只有0.05 但是银河系列拥有不少于2000亿颗恒星 那么按照这个概率也会有庞大的100亿颗处于宜居带上的超级地球 那如果考虑到月球对于地球生命的重要性 在假设其中只有0.05% 拥有月球这样大的卫星 那么得出的数量是5亿颗 在假设这其中只有0.05%产生的生命 那么还有1250万颗 在假设其中只有0.05%产生的文明 那么算下来还有6万颗 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银河系 使用如此苛刻的条件得出的文明数量 而哈勃望远镜根据星系的密度估算 整个宇宙拥有超过2万亿颗星系 那么这样又会有多少外星文明了 所以我严重怀疑外星文明已经多到快要溢出来 而我们之所以还没有找到它们 也许是因为太阳系就是一个保护区 而它们被严格限制和我们接触 而它们早已来到的地球 你我身边都有外星人 你觉得呢 好 听节目的频道 我以至乎有点关注 我以至乎有点关注 小安哥来了 Peace out reach out 3 5 1 3 2 3 5 4 3 3 5 6 Il 6 7 9 7